Hello 你好 知道你的新歌《日出飄光》 《日光飄白》 是 它在電影MV 出了 喜不喜歡這首作品 我喜歡 這首歌《日光飄白》是《白日之下》這套電影的主題曲 是我第一次唱電影歌 而且我很開心第一次唱電影歌 已經可以唱到一套自己很喜歡的電影 無論是戲種 主題 所有感覺 所有部分都是自己非常喜歡 最近這兩天 過去的週末 都有跟演員一起去借票 也是我第一次借票 我記得借票之前導演又跟我說 你到時就知道了 很累 我第一天完結之後 我都覺得還好 然後昨天完結之後 我回到家是斷電 我今天一睡 睡了十個小時 但我覺得整個過程是開心的 因為可以即場看到觀眾看完吐氣 聽完首歌的反應 而且他們會馬上跟我們交流 去看完一套電影 或者聽完一首歌之後 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是很高質的一個時間 他們有沒有給你什麼反應 譬如說 可能一首歌很符合一套電影 或者你唱成怎樣 有啊 他們很喜歡 這個也是我很感動的 我也有跟他們說 因為在一套電影裡面有一個 最後有一幕是很安慰性的 因為這套電影都沉重的 但最後是有希望和安慰 我又說我很希望這首歌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這首歌有耀輝的詞 耀輝本身都是一個很溫暖的 伯伯的形象出來 所以我覺得跟結尾的畫面有點相似 大家是 我記得是有觀眾等著走出來說 你完全做到那個感覺 是真的有安慰 我會覺得很開心 其實那個麥克風 OK 我們盡力看出一點 可能要插開一點 好啊 好啊 現在會不會參與多些借票活動 會啊 會啊 其實陸續如果去記錄我時間 我有時間我都會參與借票 我覺得是一個很高質的交流活動 因為是同時間 尤其是因為借票的時候 是剛好過一場 剛剛完結 然後我們就衝進去 就是大家剛好 真的剛剛聽完這首歌 我們就進去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結果大家看完戲之後眼紅紅 其實第一次 我現在看了三次這部戲 我都是眼紅紅的 然後我們眼紅紅的時候 就跟大家互相交流 聽到他們對於這部戲的感覺 這部戲的主題的感覺 這首歌有什麼的感想 那是很高質的一個交流時間 我覺得 所以有機會也會夠進去參與 另外 但是演唱會那裡有兩組的 是 在內地的表演說 不同的角色是幾間社群的小組 你有沒有了解過是發生什麼事 有叫公司了解 但我實在太沒有記性了 我那次叫完公司了解 就是公司說幫我了解的時候 我就不記得了 所以我就沒有再追問 但是 因為是一個旅程 來的 之前第一站是今年三月份的時候 在香港做的 Blooming Underwater 後來我們去了兩站的英國 即是London和Manchester 接下來都會繼續的 我們這個旅程 有很多相關的資訊 應該就不關 但是 因為沒有追問 但有沒有都有點失誤 我想觀眾 傳染得很急 是的 因為我們前一天 是一體 即是全體團員 一起去了那邊 那天 那天才知道 cancel了 所以是有失望的 始終 因為都很想唱歌給大家聽 我們都有好好準備 還有當時那邊的觀眾都失望的 所以我是 我沒有馬上走 我是留到下午見了那邊的粉絲 真的去到那邊 跟他們見面 聊聊天 我才離開 所以很希望之後 都有機會唱給不同地方的觀眾聽 因為我也知道 我覺得很開心的 不同地方都有人喜歡我的歌 喜歡我的歌的訊息 那我就會唱 但之後會不會再去內地的開場 哪裏都會 有機會唱我就會唱 我覺得是 有人喜歡我的歌 有人喜歡我的歌的訊息 我就會去唱 但你現在唱不到 我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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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因為有 因為一些內地的tour 我們12月會再有佛山唱的 但那個就沒有人才知道 其實OK 其實我們是過了所有的審批 那 因為你說今次都是 他朝中才知道 對 那你怎麼去找回 下一次不會再 可能突然 應該就不會 我會再問一下公司 到底真實的原因是什麼 我都沒有追問 實在太沒有記性了 那你要記住我 下次你公開不記得 對 你12月是月頭還是月尾 還是月中 那是月尾 是嗎 月中 月中 所以我都會保持 現在有時間先練歌 那你真的要記住 你下次公司說什麼 哈哈 要作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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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